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按照指示一步一步操作 然后输入您的手机号码 最后就会印出到时候要来载您的车号条码 第一次使用听障朋友鱼让连觉得很方便 之后只要在使用的超商门口等大约六分钟 上车给司机先生看清楚要去的地点 最后这个服务更让他觉得更棒 就是结合了爱心敬老悠悠卡 假设他刷卡设置在100元以下 政府还补助16块 那刷卡设置在101元以上 政府再补助32块 而且是打完7折之后再享受政府的优惠 以前有听说政府有公布优惠 但我却不知道如何使用 其实台北市政府每个月都会补助480元免费搭车 过去只能用来搭公车跟捷运 现在也可以拿来搭继承车 听让朋友可以善加利用 针对这个优惠 本身会开车的1B中很感动 只是以他的例子来说 他家离超商还有5分钟 一旦碰到紧急事件 还要跑到超商叫车子 可能缓不济急 针对这个想法 业者说不是不可能 未来会朝着这个方向做 或许将来有一天 听众朋友真的可以按一个键 就能够叫到计程车 记者陈修林 曾凯文 台北报道 市面上的冷气机有很多种 您知道哪一种最省电吗 为了让民众简单的辨识 经济部将会从7月1号开始 实施冷气和冰箱的能耗标示 总共会分为5级 低级和5级的能耗 就差了三成到四成左右 到时候所有的卖场都要有标示 否则将会受罚 夏天到了冷气越满越好 只是冷气该怎么选才能最省电 仔细瞧卖场把每台冷气的耗电量标示出来 帮你算算每个小时用电几度 以这两台适用于差不多平数的冷气来说 变频和定频电费就差很多 分离式的变频 它每小时的电费大概只要两块钱不到 一点多块钱 那如果说是定频式的又创新的话 它每小时就接近要到它的两倍了 大概接近三块三左右 虽然卖场提供耗电资讯让民众参考 但产品种类这么多 意义比较实在很麻烦 因此经济部要推行冷气跟冰箱的能耗标示 从7月1号开始 冷气冰箱都要有这种标示 卖场才能贩售 如果7月1号以后 卖场贩售没有能耗标示的家电产品 将被处罚2万到15万元 目前根据能源局的资料 取得最省电一级的能耗产品 以日系家电为主 台系和韩系的家电产品 最多只达到二级能耗标准 记者张金灵之间台北报道 东北角浮龙水域开放 现在到那儿玩水 还可以欣赏国际沙雕展 虽然展期是29号才开始 不过已经可以看见沙雕作品的雏形 其中有一座高七公尺 全台目前创作最高的沙雕 这是由曾经获得了金氏世界纪录的 美国沙雕创作团队所制作的 他们要呈现出热带雨林的天堂景致 而现在呢 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金雕细琢 一粒粒细沙 也可以堆积为一座热带雨林天堂 黑金刚炯炯有神 一根根毛发栩栩如生 这座由曾获金氏世界纪录的 美国沙雕创作团队 打造的3D异想世界格外立体 宽16公尺 高有7公尺 也是台湾史上最大的沙雕作品 它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人们非常非常友善 沙雕不是很好的沙雕 但只要我们在这种沙雕中的沙雕 他把好几样东西都混在一起 很立体的感觉 还有这位才36岁的日本雕塑艺术家 以希腊英雄为创作主题 人物神韵和细腻度掌握的恰到好处 我学校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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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绕 其实沙子相当脆弱 这些雕刻作品一碰到大水 可能又得重新开始 有人在作品上搭起帐篷 而雕刻前加水增加硬度 雕刻后还要喷上环保胶防水 则是基本工作 跟水充分的结合压死以后才有办法雕 那雕完以后要马上用环保胶把它固定 或者它就是风一吹就是一盘散沙了 这场沙雕战从29号直到6月底 中西沙雕艺术借此交流 也让浮龙的黄金沙滩有了性风景 记者王岐路 郭俊玲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我带的钱不够 你可以借我一百块吗 手语的结构是 我 钱 不够 一百元 借我 可以吗 借 大拇指卡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向自己的方向拉就是借给我 反方向就是借给你咯 我 带的钱不够 你可以借我一百块吗 我 带的钱不够 你可以借我一百块吗 我 带的钱不够